炒茄子一定不要先放油 今天教你一招 茄子不发黑不吸油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茄子非常好吃下饭有不油腻的做法 学会了全家人都会夸你吃大厨 把茄子去皮之后切成细长条 然后再改刀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盆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半勺食盐 充分的给它抓拌均匀 抓匀之后腌制十分钟 每天都在废勤忘食偶心力学的焦作菜 能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再切点青红椒丝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再准备少许的五花肉 把五花肉剁成肉末 好了茄子已经腌好了 往里面加入清水 然后把茄子清洗一下 然后尽量用力的把水分解出来 然后放入盆中 接着起锅烧油下入茄子煸炒 把茄子尽量炒软一点 这样口感好还容易入味 然后出锅备匀 再起锅烧油把肉末炒至变色 接着再下入姜末蒜末炒香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爆炒酱 放一小包就可以了 用来做爆炒猪肝爆炒牛肉 辣椒炒肉回锅肉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下饭 翻炒均匀后 倒入茄子和青红椒丝 接着继续大火翻炒 翻匀炒熟即可出锅装盘 一盘非常美味的炒茄子就做好了 用这个方法炒出来的茄子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吃起来香而不腻 真的是太下饭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